公正党将在8月到9月期间举行党选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今天巡视巴扬巴鲁市集后表示 过去两届党选 公正党采用纸张投票传统模式 今年他们推陈初心首次采纳电子投票系统 让80万党员方便投票 同时加快计票工作 目前这项新系统还在测试 党员只需到投票中心 出示身份证确认党籍 就可使用电子投票系统投票 系统会自动计算选票 公正党选委会将在投票结束后公布胜选名单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还是实权领袖安华是否竞选党主席 赛夫丁表示目前还没有定案 他交由党员自行辩论讨论 赛夫丁泽赞同 安华未来接任首相棒子时 已经具备公正党主席身份 因此应该在这届大选角逐 无论如何 蓝眼交由安华夫妇俩自行定夺 无论什么决定 党员都会接受 对 对 比较高峰,比较高峰